欢迎收看Flex开发入门课程 我是这门课程的讲师 我叫Ray Flex是一个用Python开发的轻量级V型Web框架 为了能更好地学习这门课程 你需要先了解或者掌握Python这门语言 Python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脚本语言 具有近20年的发展历史 它包含了一组功能完备的标准库 能够轻松完成很多常见的任务 Python编译器本身也可以被集成到 其他需要脚本语言的程序内 因此有很多人把Python作为一种浇水语言来使用 Python的语言发展得益于庞大的群体 它拥有相当丰富的第三方支援库 以互联网开发而言 就拥有许多优秀的Web框架 最知名的有Drangle Tornado CherryPy Web2Py 等等 当然也少不了我们今天的主角 Flex Flex是其中最为亚气的意愿 Flex诞生于2010年 当时是由Poco Team的Amin Omaha 编写的 就是这位帅哥 Flex发展距今也不过短短五个年多 就拥有了大量的知名企业在使用它 而且这些企业都是我们熟知的 与此同时 Flex也赢得了众多第三方开发者的关注与支持 在这五年间 涌现了大量的第三方插件 可见它的社区火爆程度 与成长速度 先来看看Hazen的官方资源库 Pype上的Flex资源到底有多少 由于这个列表实在太长了 我这里只能截取前两页 接着我们到Github里面看看 有多少Flex的相关项目 总共是13909个 这是截止本Keynote的时间 它的项目每天都在不断的增长 从它的Floor和得票的情况来看 Flex是相当受欢迎的 Flex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 吸引了这么多的开发者 投入它的怀抱呢 首先Flex的设计哲学是 微框架 简单和可扩展 它可以将一个web程序 浓缩在仅有短短7行的原代码中 从而体现了它到底有多微小 Flex是提供基础框架功能 用什么功能才学什么内容 学习曲线就显得很平坦 基于它开发的应用 可以做到两体裁衣 而不会显得很臃肿 Flex除了拥有大量稳定的可扩展组件以外 它的每个基础组成部分都可被扩展 这样就赋予了开发者极大的灵活性和可选择性 除了这三大特点以外 在其他方面 它也显得相当优秀 在性能上 虽然它在众多的小伙伴中不是最高的 但是也在三甲之内 它的ORM对数据库的支持也非常灵活和丰富 在程序部署方面也不需要做过多的配置 在正式学习Flex之前 我们得先安装Python的开发环境 Flex可以运行在Python 2.x和Python 3的环境 官方推荐使用的是2.x的版本 一般指的就是2.6和2.7 Python 3虽然发布了很多年 但一直没有被社区开发者说广泛接受 据官方统计 Python 3的使用量不到Python 2.x的1% 兼容Python 3的第三方开发包实际上也不多 因此2.x一直是Python 3的主流版本 而本课程也会围绕2.x作为我们的主要开发平台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安装Python Python是一个跨平台语言 现在主流开发平台OS10、Windows、Ubuntu上都有对应的开发包 但是在这三个平台下 安装Python会有一些微小的区别 那么首先讲讲Python在Windows和OS10上安装 正在使用Windows的同学需要到Python的官方网站 下载Python 2.7.10的这个安装包 直接打开 在这个选项下 把 AdPython.exe to path 这个勾选上 这一个选项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就是把所有的Windows文件夹都可以作为Python的运行目录来使用 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用Python的时候做全路径的引用 安装完成 Python安装完以后会在机器上安装三个工具 一个是IDO这个是Python的一个shell 还有Python的command line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工具了 还有一个是PyDoc 这个是用来看我们写的一些文档用 IDO你可以通过它来直接运行 Python的语法 对于Windows用户来说 或者说对于一个Windows开发者 其实可以用另一个方式来安装 Python 就是我们用Web Platform Installer来安装它 但是Web Platform Installer里面的Python版本是2.7.9 这个需要注意 另外呢如果你的机器装有Visual Studio的话 还可以安装这两个Python Tools这个包 它是一个Visual Studio的语言插件 那么它可以让你的Visual Studio支持Python的Intellison的 那个智能感知功能 那么如果我们要用Web Platform Installer的话 需要在微软的这个网站上面去下载这个工具 接下来可以到Pep的官网上去下载这个 get-type.py这个文件 然后这里也有它的一个安装方法 直接把这个文件运行一下 那么Pep这个工具呢就可以安装到你的机器上 而Windows用户刚才我们安装的那个包里面 已经包含了Pep这个工具 所以Windows用户已经不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接下来就是在Ubuntu下安装Python 在Ubuntu下安装Python相对于Windows和OS10要简单许多 最新的Ubuntu 15.4中预装的是Python 2.7.9 我们也可以打一下Python之类 但是这个环境呢只是支持Python的运行环境 如果需要使用Python进行开发 那我们还需要安装Python-dev和Python-tag这两个工具包 这两个包在新立得的软件库里面 就可以直接找到它们 所以我们可以在终端里面使用atp-get来直接安装 这个过程其实相当的快 现在无论在Windows、OS10或者Ubuntu下的Python环境都已经一致了 我们后面的课程在这三个平台上的Python 环境是没有明显差别的 那么也不再提出具体是哪一个平台上 最后我们来尝试一下安装Flex 安装Flex我们需要使用tap这个工具 tap install 这个过程它会把Flex的相关的一些依赖包同时也装在 我们的Python的根目录下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Flex在我们这里的运行效果 可以上Flex的官方网站把它的这个quick start代码我们烤下来 时间关系呢 我已经在我的主目录下 把这段代码烤到一个叫F.py的文件里面 就是这个代码 然后我们再回到Milling行 用Python 这样就可以把Flex的网站给运行起来 这个就是Flex的quick start运行结果 这节课中我们对Flex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也介绍了Python怎么去安装和怎么把Flex安装到我们的Python里面 在课程里面我们不断提到了Python有很多个不一样的版本 而且版本之间可能存在一些依赖引用的问题 在下一讲我将会介绍我们采用另一个工具去让不同版本的Python可以在同一个阶级上共存 而不会导致各种依赖之间找不到或者互相冲突的这些问题 还有就是怎么用什么样的开发工具 有什么好的IDE可以推荐给我们去使用 那么这一讲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